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自讯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好 我们这一小时呢 就是来到了11月嘛 11月1号我们的正典电影院 欢迎到资认影评人 确确 确确好 大家好 我是确确 好的 来到了11月 我们整年度的影视 就进入最后两个月 没错 没错 而且是 其实是美国影视跟台湾影视 都是旺季 例如说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的是 欧美的圣诞节党籍电影 然后还有就是台湾的金马奖 会带来很多的华语电影 好的 那我们就先请确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11月的这个院线新片有什么呢 是 我们先来推荐一部台湾的恐怖片 叫做蝴蝶大虾 鬼闷 蝴蝶大虾 它是用台北的知名凶宅 就是景星大楼 做故事背景的电影 那其实台湾电影 拍摄都市传说的故事 最早可以 最说到例如说 灵头节啊 然后十年前的红衣小女孩 哇 2015到现在已经 陈伟豪已经爆红到鬼家人了 然后呢 包括校园鬼故事啊 女鬼桥系列还有 前一阵子还有什么 民雄鬼屋 姓林医院 越拍越多 然后呢 这一次是蝴蝶大虾 算是 有一点算是很郑重 或者不能说震宗 很知名啦 就是真的是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那一栋大虾 没错 而且那一栋大楼 因为发生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邪霸掌 最有名的 听说从去年到今年 还是有 跳楼的又有好几个 就是听说每年都有啊 所以它是真的是一个很悬的 很很很很很 很邪的一栋大楼啦 那这一次呢 是秦仁豪导演指导的 那那个 我觉得阵容也很 跨年电影的那种 那种大豪华卡式 例如说 曹佑玲 影星 蔡震南 白瑞英 还有白玲姐姐 白玲哦 白玲都来咯 而且那里面也 还有那个香港的鬼后啊 对对对 还有那个 什么歌 赌歌那个 香港演员 在里面有两三个 总之我觉得 冯翠凡啊 冯翠凡 很惊人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一部电影 塞这么多的 大咖演员进去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到 那总之他办到 然后 我觉得有些演员的戏 虽然不多 林哲熙也在里面 嗯 虽然戏不多 但是呢 他们的故事啊 跟他们的那种 背后所散发的出来的 那种氛围 还是都给你给好给满 嗯 所以呢 嗯 算是一个大礼包的鬼片 那曹佑凡在里面呢 很让我惊喜 嗯 嗯 我们都知道他从卡诺 其实也是刚好出道11年了 嗯 一路以来运动男孩啊 阳光形象啊 还在下热的柠檬草 呃 演校草啊 那种学霸啊 这种 他 偶像剧出身的 他其实也 也拍了很多这种高大上的 但是他这一次呢 在电影里面呢 是演一个管理员 嗯 呃 演的 呃 一针一血 嗯 然后角色的转换 就是他在 故事里面 其实整部电影里面 每一个演员 都有他们的twist 嗯 一开始可能是好人 后来你会发现 他也不 他也会反转 对 然后你可能一开始是坏人 其实你后来发现 其实他也有他的苦衷 或者是说 呃 他在里面的故事啊 最大的意义就是说 啊 其实人 人性有时候 其实比鬼还可怕 嗯 所以其实 虽然里面也有 比如说安心养也是演女鬼 安心养也女鬼 然后曾婉婷也是女鬼 也是女鬼 也都是从人变成鬼的啦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们都 都其实那些女鬼 也都是挺可怜 然后也都是好人 有背后的故事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蛮蛮妙啊 他这里面有一些实验性 那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 因为情人好导演 大家知道在电影圈里面 他就是一个 有点牙痞的艺术收藏家 所以他有自己的独到的品味 跟他的那种特色啦 那美学 这里面他真的有把台湾的恐怖片的电影工业 跟到一个 我自己觉得 尤其是在恐怖美学 或者鬼 鬼吓人的方式 视觉的部分 视觉的部分 特效的 美术的 跟摄影的部分 基本上是跟好莱坞的恐怖片可以比的 嗯 就是他的那个技术 技术面上是够的啦 那只是说每个人的那个故事啊 你能不能被他感动到 或者是 你喜不喜欢那些人 诠释故事的角色的方式 那就尽人兼之 你要自己去看 例如说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曹佑宁 嗯 他的反转 表现 表现的方式 对对对对 跟他散发邪气的那种东西 我自己很喜欢 他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曹佑宁是这种表现的 对对对对对 那会很让我惊喜 因为曹佑宁真的是目前 影视里面 这眼光子啊 真的很帅 帅 对 他本人也很帅 没错 而且他的 他的帅跟 许光翰的帅又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曹佑宁是全台湾最像 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叫做肖战 的一个样子的演员 他就是台湾版肖战啦 好那反正就是鬼片在台湾有一定的那个收视群啦 对 而且他拍的精神 他们是今天正式上映 上映 他昨天其实有个首映会 那结果台风 但是台风 他昨天本来他们要搞一个很大很大的 超上大 因为昨天是万炫节 他们把整个西门丁串联了不知道九个 九个戏院 然后他们整个要大串联 他们要做白鬼夜行那种东西啊 没想到昨天遇到了台风 万炫节没戏唱 然后他们昨天还把晚上的手印移到下午 但是殊不知昨天下午的风雨也很大 他整个白天都是 是所以我们就是都说遇水遮罚啦 所以大家 大家如果被鬼片有一些这个期待啦 有兴趣的 或者说视觉你想要被吓一下的话 我觉得鬼门之蝴蝶大厦 大家也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好再来看到了十 超人呢 而且这部克里斯多夫多伟的那个 纪录片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超人克里斯多夫 他是始祖级的超人 那他在1952年生 那电影呢 是这部整部的纪录片是从他 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 那种就开始拍拍拍拍拍拍拍 然后拍到他1978年他演的 克拉克 就是超人 然后就一跃成为 Superstar 可以说是现在超级英雄电影宇宙 所有的其实点 跟基准点 每个人都会参照他的那种英雄正气凛然的那个样子 然后跟他的 例如说 我觉得甚至有些导演在拍 超级英雄的帅度的那种视角啊 基本上都是Cobi 克里斯多夫李维开始的哦 那他这辈子呢 一共演出了四部超人电影 那当然还有电影里面啊 这部纪录片呢 因为是讲他一生嘛 所以呢还会 收入其他 他各式各样演的 演绎的电影角色 大概有几十个 然后呢 有一点有趣的是 因为其实 他算是 他也算是学霸行演员哦 就是 他是朱莉亚学院 毕业的 然后他跟罗宾贵恩是好朋友 他们都是那种艺术家演员 只是说他1995年的时候 因为 一场起码的意外啊 就跌下来受伤 然后脖子一下全部瘫痪 但就知道说 哦 志玲姐姐啊 或者是 像有一些演员 刘德华包括也有 就是摔马 然后 会对演员造成多大的伤害 这个都是他们的 职业风险哦 那汤汤以后呢 这个演员 其实我觉得他最伟大的地方是从这里开始 而不是他演超人开始 因为 他就决定他 用以身作者来开始 为身心障碍人士争取权益 然后还有他的社福制度啊什么的啊 就是他是一个改变美国社福制度的一个影响力人物 然后他也继续为台湾那个美国的电影圈服务 所以其实他在电影事业跟他的公益事业呢 基本上都是有双线并行 你很难想象说这种 超级有名的人物啊 他们可能其实活得挺痛苦的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还有那种中国网红啊 因为活不下去啊 然后想要去安乐死 你要知道这种瘫痪型的人 他们其实是活得很辛苦 他们也给家人带来非常巨大的那种身心巨皮的感觉 但是他既然是超人 他就不能 倒下 他就得背负着他这辈子的所谓的社会 使命 对对对对 就是他在现实社会中 他必须要让大家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坚强 即便他可能其实自己并不一定承受得住 所以其实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种 其实他卸下了明星光环之后 生而为人 也有自己的家庭跟小孩 他的家庭怎么看他 他的小孩怎么看他 这个东西反而是更踏实实在 超越所有的万千偶像 就是拥有粉丝那些那些价值 来得更基础 然后更就是会让你反普归尊 然后回归到你任何一个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而为人 就是我们追求的生命价值跟意义在哪里 好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纪录片 是 然后也是首度访问到他的孩子 做深度访谈 然后当然有很多好莱坞A咖的演员 会在里面出现 好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今天也是今天正式的上映 超人克里斯多福里维的故事 好那还有一部是 《魔法坏女巫》 对其实我还没看过正片 老实说因为他11月21号才上映 但是我今年已经决定 把他这部电影放在我人生最爱的电影里 为什么你还没看呢 这一个我已经看了十几次了 其实他就是类似 他因为首先他是白老会的音乐剧改编的 所以其实我大概也知道他故事要演什么 看他拍好拍坏而已 然后他故事有点类似像 球力演出的《黑魔法黑魔女》 就是他把反派角色 像是人如何被巫女化 被猎巫的过程里面拍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包括女性意识啊 甚至是生儿为一个商业片的那种价值 然后在圣诞档期放 好的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11月的正点电影院 11月2月都算是这个电影的旺季了 然后还有很多影视的作品 也会跟大家见面 那刚刚讲到《魔法坏女巫》 11月21号上映 已经变成雀雀 今年最爱之口袋名单之一了 一定要 还没看 慎重其难 因为我光是预告 我就看了好喜欢 看刷了十几次 好 因为他这个导演是 疯狂亚洲富豪的朱浩伟导演之导 是是是 而且相信应该也不是会蛮好看的 对啊 就一定会好看 只是说大家喜不喜欢 好 那下一部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红色1号 这部圣诞节档期电影 基本上就是跟俗教档期电影一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 很奇怪 你明明就是圣诞节档期电影 为什么11月就要上映 你明明那个脑筋集中 二是暑假档期 为什么6月就上映 他们就是越来越早上映 提早了一个月两个月 那以前的古典圣诞节电影呢 其实现在有点没人要看了 那他们就加入了 例如说商业动作片元素 然后也有一些童趣啊 那主演的人是 硬汉 巨石强生 然后还有 美国队长 克里斯伊凡 帅哥登当 还有刘玉玲 在里面演女搭载 你就会知道说 这部电影应该就是 然后又欢乐十足这样子 那他会对圣诞节传说 那种东西 重新做一些构想 然后有趣的是 美国是11月15号 商业我们提早一个礼拜 所以呢 我们11月7号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可以抢先目睹为快 OK好 所以他就是在讲 要拯救被掳走的圣诞老人 就很荒唐 也是应景的啦 对啊 没有圣诞老人怎么办 只是说 你刚刚讲的那种 比较古典经典的那种剧情 结果现在就没有了 就走的还是要稍微有点动作片 其实我觉得这种古典的东西 他们现在就是串流化 就例如说 那时候圣诞爱情浪漫故事 这种东西你其实这每年都会固定 像去年林赛罗涵也在串流拍了一部 这种就是美国电影 然后圣诞档期电影 然后加上爱情 然后再上文型家庭这样 OK 好 那下一部 坟城是由沃长龙跟韩战的监制 江志强跟刘德华也共同监制 那刘德华当然也要演一下 那他的女主角就是莫文蔚 莫文蔚 很久不见的姬姐 那她是香港电影的时候 第一次算用辐射线来做主题的展览片 那她就是当然就是比面比较比较一样 就是意外隐私发辐射泄漏之后 整个香港人就会有一些状况发生 然后他们就要负责去拯救 整个香港 是一部末日电影来着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末日题材电影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部港片 好的 刘德华 这个刘德华今天要开场 今天唱一场 明天唱两场 后天再唱一场 总共是四场 希望她的活动还好 对 希望她体力都非常好 好 焚层 11月8号上映 好的 那回到了金马影展 国片起飞 金马奖这一次入围的影片当中 有没有特别想要推荐给我们的 我真的非常喜欢 台湾电影女儿的女儿 在11月22号上映 这一次在金马六一 她入围了五项 包括张艾佳影后 然后最佳女配角刘逸儿 这家原著剧本 造型设计跟电影歌曲安抚唱的 基本上这部电影呢 她故事呢 很特别 但是她又拍得非常温馨跟通俗 是每个有母女情怀的人 或者是有亲子 议题的 如果你对于家人之间的那种感情的 不要说纠葛 是你跟家人之间有一些牵绊的话 你真的超适合看这部片 那她故事其实讲得超简单 就讲说张艾佳呢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把她的女儿刘逸儿养大之后呢 有一天她女儿呢 是她早就出柜了 然后呢 她想要跟她的伴侣呢 去美国呢 做一个小孩 结果去美国之后就过世了 然后只留下一个 姨父子吗 就是胚胎 已经可以生小孩了 已经只要找一个代理孕母 你的孙子就可以生出来了 那她的继承人就是张艾佳 所以张艾佳她必须 当下要做出决定 她到底要把这个胚胎生出来 还是要把她销毁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 尤其你女儿都已经不在了 很特别的故事 很特别的故事耶 对 要我可能就留下 因为会想念女儿啊 对 可是她有女儿的软举在里面 但最有趣的是张艾佳这个角色 这个妈妈角色 很fashion 她是一个美国 以前曾经去美国 被搞大肚子之后 生了小孩 那就把小孩子丢给别人寄养 然后回到台湾 过她自己的生活 然后 所以她跟刘育儿之间的关系 在剧中也没有说 非常的亲密 有 有 她跟刘育儿很亲密 因为刘育儿是她在台湾生的 另外一个小孩 哦 所以 所以她在台湾生的小孩 是刘育儿 但在美国那个抛弃掉的是 林嘉欣 林嘉欣 所以林嘉欣跟她是 童母义父的姐妹 是 然后这个是好特别哦 整部电影里面 基本上 呃 就只有林嘉欣 跟张爱佳在演 哈哈 那刘育儿入围了女配角 是 因为她在回忆里面 非常的鲜明 非常的生动 然后是 张爱佳永远不能忘怀的 一个心甘宝贝女儿 因为对张爱佳 这个角色来说 她其实这辈子 只有这个小孩 因为她 她16岁就把林嘉欣生下来 她根本没有 养小孩的能力 她只能把小孩子送掉 哦 然后当她回到台湾 开始有自己独立自主 或者是她自己真的可以 成家立业 带小孩的时候 她当然会有 你知道会有两 双倍的爱小孩的心 全部都投入在 刘育儿身上 嗯 但偏偏刘育儿就是死掉了 然后所以当她 在到美国 我去把这个胚胎 接回来的时候 跟她女儿的骨灰 接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林嘉欣 帮她忙 有一点像是 如果你有那种情节 就是你觉得你爸爸妈妈 为什么总是 比较疼弟弟或哥哥 不疼你 嗯哦 林嘉欣就是那个角色 OK 你会觉得你爸爸妈妈 他觉得说我被我妈抛弃了 对 但我现在还要来帮你 对 把妹妹的骨灰啊 配胎带回来 我总是会觉得 你的心永远都只在妹妹身上 那林嘉欣为什么 没有被提名女配角 对 就是评审的遗珠 她是第一个女配角的遗珠 就是刘育儿 因为真的是在里面 演得太闪亮了 然后林嘉欣在里面 我觉得她真的是我 今年如果她有入围 她绝对是我最佳女配角的 得奖演员 那她就是遗珠 虽然说林嘉欣已经得过了 影后了 她也是金马影后来着 她也是金马影后 好 所以这个导演呢 就是黄熙 是 梁成吉时台剧的导演 跟昌宁凯克的导演 是的 然后她在里头的美术指导 就是高仙玲老师 是是是 也是一个金马奖团队啊 因为 她就是一个金马奖团队啊 黄熙导演哦 大家不要看她这样 她可是侯孝贤的子弟兵 是 她是侯孝贤的子弟兵 没错 侯导会帮她监制啊 对啊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 台湾女导演 是 好的 而且她们已经在多伦多影展 有获奖了 是是是 那这一部是11月22号会上映的 女儿的女儿 那要看她们在金马奖 有没有所斩获 我觉得一定要得奖啊 这是得几个 哦 那她这个也是讲母女 对不对 那小燕与吴爱丽也是讲母女啊 没错没错 而且她们两个超 超狠的 因为两个人 两部片都在女主角跟女配角都入围了 然后也都是母女关系 对啊 所以其实还蛮竞争的 只是说相反过来 所以就是在小燕的女主角啊 是女儿 在女儿的女儿 所以她们那个被比较跟她们的那个竞争关系 就没有那么明朗 了解 但都是讲母女的故事 是 都很动人啦 嗯 都很动人 好那接下来下一部呢 我谈的那场恋爱真的看得超级开心 吴君如又入围了女主角耶 这一次隔21年真的等很久 这一个金马影后 刚刚那个张爱佳也是金马影后 所以今年呢 其实有两个金马影后 都已经得奖过了 然后在竞争金马影后 那吴君如这一次呢 她上次是用金鸡啦 这一次一样 我谈的这档恋爱也是喜剧 然后她是讲一个复产歌 可疑时身价大概5亿港币 嗯 然后呢 但是她被感情诈骗了 哦 她透过交友软体 然后被诈骗了 应该又是又笑又累的吧 超好看 看得是超级开心 我今天金马强入围片 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部片 看得真的是会很开心 然后又很感动 而且她又是一个爱情电影体制 哇 所以吴君如还是可以演爱情电影的哦 超猛的 他恋爱感超强 然后他明明就一个人从头到尾 因为你知道感情的恋爱诈骗这种东西 就是自己要演也很多 从头到尾没有人跟你对手戏 天哪 这个蛮难演的哦 给他自己演 因为你觉得他金马奖以后的成分怎么样 得奖成分 我觉得就是他跟张爱佳在尬 就是看评审喜欢谁 然后就 其实两个人得奖 大家都会超级开心 你说网恋这种 你想来也真的是 蛮荒谬的 超荒谬 就是你怎么会跟一个你没有见过的人 然后再谈恋爱 淘心淘费 然后你就觉得你要跟他结婚 我有朋友就是这样被网恋诈骗 真的 一个外国人 然后老是说什么 他要从香港辗转来看他 对对对 但是搞了两年都 因为找走运数都来不了 然后我朋友也是转钱给他 对也是会发生战争啊 然后被什么 他又被诈骗啦 又什么东西的啦 但是这些全部所谓的套路情节 在吴君如演绎起来之后 你觉得蛮合理的是不是 你真的会觉得说 他怎么会那么会演 不能说就是 好我们在理性上面知道 感情诈骗这件事情很荒唐 但是呢 我我们因为都有朋友 真的有经历过那种事情 你跟他们聊之后 你们会 因为觉得他们是真的觉得自己谈了一场恋爱 是 他真的是觉得他这个恋爱带给他很多的美好 幸福 对 对 所以呢 吴君如就把这个东西演得丝丝入扣 这是很佩服 好的 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哦 不要随便被诈骗了 是 好 要消息 那下一步呢 默示录11月15号上映 这部国片有一个在新加坡 全部的都是在新加坡拍啊 但是呢 很奇妙 他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台湾人哦 包括陈学震 吴建和立刚胜 很奇妙的一部片 那他在金马奖有六项入围 算是今年的入围代影家之一 包括最新的剧情长片 导演 男配 剧本 音乐 还有音效 全部都入围 嗯 看他主要的内容讲的是什么 他很妙 他讲的是说当代人啊 你怎么透过例如说女主角是直播主 然后他透过被被被直播被观赏而得到满足 然后男主角男配角都是偷偷窥都偷窥狂 然后跟踪狂 然后透过偷偷窥看别人 然后得到他生命的满足 他其实讲的是说 现代人为什么会在网络上面 亏是别人 得到幸福 被亏是直播主为什么也会得到幸福 他在聊这件事情 在聊亏是这件事情 对 而且看跟被看 都得到了满足 为什么 这部片呢 用艺术片的方式呢 让你看到很扎实的一个社会现象 嗯 好 末世录 11月15号正式上映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继续分享其他的金马好片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好的 金马影展 那有很多的好片 刚刚讲到了末世录 我谈的那场恋爱 还有女儿的女儿 那接下来就是于静了 是于静呢 即将在下礼拜11月15号 下下礼拜上映咯 那这部片呢 也有五项金马奖入围 包括了影帝江振 最佳男配角莫子怡 他也是金马影帝来着的 包括美术设计 造型设计跟原创电影歌曲 这些入围呢 你就知道说 他在方方面面 包括演员的 营幕形象啊 表演功力 以及他的美术 跟他的所有的幕后团队 技术之含金量有多高 都是可以想象的 这一部电影呢 是钟孟宏导演的 历史史诗大作 他故事呢 去讲的是 真的是直面直面 白色恐怖 1956年 有一些人 因为读书会的关系 有点像返校啦 被关了 被杀了 那他们的后代 要如何自处呢 他们长大之后呢 他们会不会有 比如说转型正义的心情 或者是报复的心情 喷发呢 这部电影讲的就是 有人被杀了 然后呢 张震这个警局的警员呢 探员 寻线调查之后发现 很多人被杀 背后 其实都指向了 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属 是嫌疑犯的故事 所以它是一个 悬疑查案剧 所以他也会讲到 白色恐怖啦 没错 以他做背景这样子 然后等于是 他们的小孩长大了 是 好的 所以他这个也是集结的 影后影秘耶 这部电影真的太夸张了 张震 莫子怡 徐伟宁 金士杰老师都来了 刘冠婷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啊天哪 这部电影 真的是 我觉得是 如果说啦 每年那个 我们刚刚不是讲 鬼门之蝴蝶大厦 就是卡斯 讲不完吗 但如果真的要有一部 台湾电影 是讲说 今年 所有的演员 都在共襄圣角 那就是这部啊 那里面每一个演员 出来冒一下 都是超厉害的 还有王伯杰 陈以文 还有 李明忠 刘冠婷 刘冠婷 徐伟宁 张再新 李明忠 就是每一个 那个一颗镜头 也过去了 杨景华 刚刚得金钟奖 杨景华也有一颗镜头 对对对 他他有五颗 哇 反正就是 集这个台湾 还有这个 你看李明忠 是新加坡的 都是明星演员 明星演员 好 很厉害 于静 11月15号 会正式的上映 那导演就是周梦宏 他继 阳光普照跟瀑布之后的 第七部剧情长片 没错 好 接下来下一部是春行 春行是11月22号 即将上映的 金马奖入围片 那这部片呢 他入围了 包括 最佳男主角奖 喜香刀 大哥是第一次人生入围金马奖 就要来跟大家竞争 喜香大哥 他有入围过金钟奖 而且拿到弑地吗 是 但是他的 我觉得金马奖这件事情 有时候需要靠缘分 就是你 大家可能都觉得你 超会演 然后呢 超厉害 就例如说 我们常常喜欢提一个 中国导演叫楼叶 他拍了推拿 他拍了春风陈界的 沉醉的夜晚浮沉迷世 他用推拿拿到金马奖了 但你知道这个 某叶导演从来都没有 自己拿到他个人的金马奖 但他已经 今年四度入围了 但他就是没拿过金马奖 就是有这种 像喜香大哥 你知道他是演技派 你觉得他很会演 他没有拿过金马奖 就是会有这种 奇怪的反差现象 你以为他早该得了 没有 他真的没有得过 那天刚好碰到喜香大哥 然后 好像我们是去看 那个乒乓男孩的时候 然后喜香大哥 然后我说 恭喜喜香大哥 入围的男主角 然后他说 没啦没啦 我还是 差一个我凑上去的啦 你看他多客气 他很客气啊 对 这种 我觉得这种 台湾演员就是 可爱在这里 其实能让身根 耕耘了多久了 然后他跟那个贵妹姐 他们刚好在有生之年 就是演夫妻 有离婚 这部片没有离婚 他这部片就是个小品 这部片其实很妙 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喜香大哥 饰演的一个老男人呢 他跟他老婆呢 每天住在那种 基隆 青山拉 来的山上 这样子 那种感觉 然后 两老呢 其实有一个儿子 叫蓝伟华哦 但是他们没有一起做 那他们一直希望蓝伟华 成家立业 但后来蓝伟华结婚之后 又离婚 然后又另外交了一个男朋友 嗯哼 所以呢 他才有一点在 这种状况之下 过得有点失落 但是他跟他的老婆 因为感情很好 嗯 所以呢 也算是每天过得蛮开心的 只是说 有一天突然他老婆死掉了 他突然没办法 接受这一切的现况 他就把他老婆 有点像是 冰起来 生起来 有点像是那个 三金的鬼故事 那种感觉 但没有 他纯粹只是太 太随不得他 跟他老婆 所以老婆 分开 分开之后 他把老婆的 大体 对对 放在那个家里的大冰箱里面 哇 嗯 但是他是一个 跟老婆每天相处的时候 有点讨人厌的 我们可以想像台湾的爸爸 对对 就是那种比较旧时代的这一种 思维下的这种互动啦 对 那妈妈可能都是碎碎念啊 对对对对 然后爸爸就会 爸爸也是在那边生气两句 说不要再厉害啊 嗯 这样子 对 然后搞像你以为他很大男人 事实上他很体 他内心是想体贴的 他是很爱 他是很爱他老婆的 嗯 然后有时候 他每天最幸福的时候 可能纯粹就只是跟他老婆 一起坐在餐厅 然后吃完饭的时候 看个电视 然后看个歌唱秀 然后两个人讲个两句 然后就去睡觉 就是那种 他把老夫老妻的日常生活 透过胶卷 嗯 然后拍出一个台湾在地 呃 家庭生活的美学 嗯 然后那个时间流动的速度啊 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感的 呃 不要说他是呃 有生之年的另外一种饭板 因为你也知道 你们两个如果是开早餐店的 那个节奏就会比较快 对 但如果你们两个是住在山上的老夫都记 然后差不多退休的那一种 嗯 节奏就很慢 他就会 这个也不好拍耶 真的 而且他会让你看到一些风景 但都不觉得无聊 包括他 他跟他老婆 每天进城 可能都要 例如说转公车啊 然后再搭台铁啊 那些画面啊 哎 其实拍起来都超级有味道 他会让你看到台湾的某种 城乡之美 所以两位导演 他们都算新导演 对不对 是是是是 彭子会导演 王品文 这两位新导演呢 我觉得是非常 有Gods 他们其实 对我来说 我比较觉得他们是艺术家 他们那种感觉是 很清楚自己要拍什么 讲什么故事 电影这个媒材 对他们来说 其实只是一个 表达形式跟创作的一个 绝佳力气 所以他们用电影 是用胶卷拍的 胶卷是不是成本更高 超级高 但是他们一定 有他们省钱的方法 例如说 其实啦 其实你只要精密的计划 你事前你要拍什么 你就不会浪费到胶卷 然后呢 你只要很清楚的 知道你要的节奏 然后你画好分镜 讲好剧本 演员又很厉害的话 基本上就是 就是快很准 可以在 on schedule 跟预算 控制预算 对 所以其实他们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 很多的喜欢拍片的人 大家都会在那边说 爱啊 没钱啊 没资源啊 爱有什么什么 真的大家其实 不要这么想 因为像是杨贵妹 或者是喜翔大哥 这一种很资深 又很厉害的演员 你剧本好 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心锐 他们绝对是很愿意 跟你合作的 然后再加上 你自己很知道 自己要拍什么 其实这个都 我觉得台湾电影圈 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 大家其实 如果知道 你的心意的纯粹度 跟你想要创作的 那种热情的话 基本上 一开始 大家都是很愿意 互相帮忙的 好的 这个就是春行啦 好 那11月的线上电影 Disney Plus的 史诗跟金刚狼要上咯 因为呢 其实今年最惊喜的 应该就是 Disney Plus呢 他们突然公开了 他们在串流上面 要上线所有的漫威 系列的所有计划 这感觉在那个 疫情之后 就有一点停顿 或者是大家觉得说 越来越无趣 或者是没有新东西 没有 接下来开始要 就是 有点像是连载式的 给你咯 除了史诗跟金刚狼 今天11月12号 就要正式上线 在Disney Plus之外呢 无限可能 假如 这部非常有名的动画 已经进入到第三季 那它定档 目前是12月22号 会在Disney Plus上映 然后包括 例如说你后来 还会有一些 例如说 你的友善邻居 蜘蛛人动画 影集夜魔侠 2025也会上线 包括耕铁人的 衍生巨型 及黑豹的衍生动画 还有漫威上司的动画 它上上那么多 会不会大家都不进电影院 它们拍成拍得很好 基本上就是 每两个月 投放给你一个 然后有时候 例如说 我觉得这个心态 已经完全把它 不要说八点挡话 但是你如果 有一点想不通 为什么家里的爸爸妈妈 跟阿公阿嬷 都会每天八点锁定 相土居 基本上这群漫威的粉丝 他们也是会 基本上都会锁定 就是例如说 我也会有一些演员 就是只要他演 我一定看 你会锁定 所以我觉得漫威 已经很找到 他们的一些 不离不弃的忠实粉丝 然后他们在评估市场上面 这件事情是可以 让他们继续运作下去的 了解就是说 他也会进电影院 然后串流上面 他也会看 没错 好的 那再来勒 小丑二也要上咯 其实小丑 因为他在2019的时候 卖了10亿美元 真的超级热卖 变成了现象级导演 只是说 大家在小丑二上映的时候 评价比较两极一点 但是大家对于男主角 瓦昆菲尼克斯 跟女主角卡卡的演技 基本上都是好评的 那这一次的那种 一开始那种评价两极 到最近最近 其实也有一些翻转 例如说 超级有名的 昆汀唐仁廷 这个导演 他这两天跳出来就说 他超喜欢小丑二 对 然后他还甚至会说 哇 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的电影之一 就是这种 创作人 懂得创作人的创作 核心价值的人 越来越多 包括那种 其实那个 教父的导演 也是喜欢小丑二的 所以其实 然后台湾有一些影评人 其实非常非常喜欢小丑二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看导演 小丑二觉得 没有看到喜欢的 其实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在串流上面看一看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现在有分两种嘛 你票房是一种 你要串流的那个热门度 又是另外一种 没错 好的 好那接下来线上追剧有什么剧 我现在剧荒诶 你剧荒 我剧荒了 你怎么会剧荒看诶 你你上次看的是 上次看的什么啊 韩剧吗 桌上面的那部 没有我上次就是追完那个黑白大厨之后 就没有东西可以看了 但是他就如果 我觉得黑白大厨比连续剧好看 但是如果真的是黑白大厨 真的没话讲 因为那种现象集的戏啊 好节目啊 真的一年通常一样 那一年纪我没有没有看咧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 其实就是最近如果 正年啦 正年 但是但是真的我没有 到第六集 我就是Disney Plus 我后来又卸载了 哈哈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变成说 我还要再下载它吗 我还要再去买它吗 嗯 因为我已经为了那个 就是美国之邦大联盟 然后还有为了 擦又是星期一 我又爱尔达 又哈密 对 有点太多串流的取手 因为我串流 我本来就有Netflix 然后还有Friday 然后 买Videos到期了 所以我想说我要一次买那么多吗 我懂我懂 对啊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说 如果今天不是我的工作的话 我会每一个平台都买吗 一定不可能嘛 可是我蛮想看正年的 那先跟我们讲一下正年好了 啊正年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超神奇的一部韩剧 因为 你大家光是去想象说我要怎么把杨丽花 哈哈哈 拍成偶像剧 好酷哦 哼 哼 哼 然后把它拍成偶像剧哦 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是门槛超级高 但是正年就做到了 嗯 而且重点他的演员就是金太黎 金太黎就是本来就演技派2521之后 应该很多人都倒在他的石榴裙下面了吧 还是夏女的诱惑就 哈哈哈哈 夏女的诱惑他真的演的也很好 他全裸耶 超好女僕耶 然后他演阳光先生的时候就演的非常好 阳光先生真的是经典代表作 超经典 嗯 他演什么就像什么 像什么 很厉害 他为了演这年 还演了三年的国剧 我真的觉得他这个演员 国剧哦 对 就韩国国剧 韩国国剧 就很像我们台湾的寡戏这样子 很神奇啊 就是怎么 这个演员怎么办到的 哇 他一定很用功 所以正年他现在正在disney plus上面上映 对对对 他的讨论度也很高 他好像在电视台播出的熟视率也蛮高的 是是是 嗯 而且他是讲就是他录演艺圈追梦故事 OK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好 这个韩剧呢 在线上追剧 现在有正年 是在disney plus哦 嗯 好 讲的就是 呃 韩国的 国 国剧之类的啦 以前啦 以前那个年代 以前的国剧 就类似台湾的寡戏 或是台湾的京剧之类 对对 但是现在大家都会比较 乐于把它比喻成 以前的练习生 哦 以前的练习生 就是你要练唱 练跳舞 然后练身体练姿 所以呃 演这个主角的京太厉害 因为这一部戏 他自己准备了三年 超夸张 超夸张的 就是例如说 地方腔调啊 他这个不拿不拿奖 谁拿奖啊 哈哈哈 哎好像是这个意思哦 他每次都拿奖哎 他真的有演就拿奖 因为我 我相信他 像他那个剑道2521 他也是去练剑道啊 哦 而且还不是主要的戏 就是还是 他在感情的拿捏上面 还是可以远远搭过他的那些表演的 例如说职人的部分 嗯 没错 好厉害 好 那还有什么 台湾有个台剧哦 嗯 啊 波尼自由序哦 尼波 哦尼波 其实它就是尼泡的意思 哦尼泡 就是乳头 哦 是这样子哦 是 哇 这是一部什么片啊 就是信喜剧啊 哈哈哈 他就是记那个 艾艾内寒光经验 一起问爱鼓掌之后的信喜剧 是是是 而且呢 他真的算是台湾信喜剧的 新境界 哦 怎么说呢 呃 他这部剧哦 标榜 就是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信场面 哦 就是你看了十集有五集 这可以播吗 所以你要那个 这在那个串流上面 他应该还会有限制级的部分吧 对啊对啊 就是啊 中华电信 Having Video My Video 原传 可是我发现他那个三卷的都 就是都不是很严格 因为你只要说你未免18岁吗 你只要点 有 有就可以 就可以进去 谁知道你几岁啊 所以爸爸妈妈真的还是要帮小孩子把关一下 把关啦 他真的很多心爱镜头吗 是但是呃 我我是觉得啦 就是就算大家 呃 不小心让小孩看到 应该也没有那么严重的部分在于就是虽然说他五层都是性爱戏 但是多数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漏点 所以他是做一些例如说知识的猎奇 或者是两性或者是一些 就是他里面的探讨论很多 例如说他当然露骨性爱场景是有的 然后感情的开放关系 然后也有SM的戏 但是呢 其实他在里面讲的还是 例如说爱情啊 跟性爱啊 在人生里面的重要性 跟 有点像是我自己 我自己看完三集之后的感觉是 他很像是劲爆版的台湾欲望城市 然后又有一点就是限制级版的爱命力在台北 有时候他们拍这种会不会感觉有点扭捏或是 这很重要 你又觉得很尴尬 如果放不开的话 对啊 绝对就是有这种感觉吗 呃 我觉得庄凯勋跟陆夏 还有女主角 林思雨很OK 然后张舒豪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 呃 希望追求稳定感情关系的一个gay 呃 他在里面其实尺度也算大 呃 但是那加上那个角色个性比较避暑 所以你也不知道就是 是这是演员的关系还是那个角色的关系 但是我是分不出来 我是觉得演的挺好的 哦 那这四个 哦 就是他们自称为央魔鬼怪或者鬼瓜烈着 就是啊 每天都在聊说啊 你跟对方你被男友抛弃了 或者是你跟谁上床了 或者是你跟谁是炮友关系 就是他大家都把对方的感情关系当做玩笑在开 但是彼此的感情又非常的紧密 也就是说你失恋的时候 我绝对就是力听你到底 他们是一群朋友吗 他们是闺蜜 哦 他们是一群闺蜜 哦 然后庄凯勋在里面是演一个 妈妈桑 那个 类似像是Drag Queen这样子 对他是Drag Queen 然后他自己有一间酒吧 变装皇后 嗯 然后他自己也是同志 是 然后 哦 但我觉得有时候在没有看完剧的时候都没办法去确认他到底是同志还是败哦 OK 就不知道 但是反正这部片呢是真的只有台湾能拍啊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整个亚洲哦你要把性这件事情或者是LGBTQ议题呃讲的这么的多元 嗯 然后又用开玩笑的姿态又是喜剧的状态去去跟大家就是大快吵的就是一边开玩笑 然后一边震惊的跟你讲感情故事的这个 通常真的不是台湾还拍不出来的 泰国可以拍吗 泰国可以 但是泰国有一个奇妙的影视的产业环境是 反而他们这个东西并没有在泰国有一个就是他们会把它完全喜剧化 就例如说他们非常喜欢开人妖的玩笑 嗯 所以他们就会整个那个议题聚焦在人妖上面 嗯 所以他们在讲LGBTQ议题的时候呢 哦 如果一旦有人妖出现通常就是会完全的就是 歪掉 OK 就没办法像台湾 台湾讨论的很多元 你就是你身旁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然后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比较泰国比较有族群化的被分类被归类在某一个宇宙空间 但台湾这件事情尤其是尼泊的自由式 真的把这件事情完全都打开 嗯 好 那再推荐一步 时间也快要到了 嗯 来自地狱的法官 还是要讲一下普兴会饰言索尔的那个刑事法官 结果不小心有一天死掉 然后就被一个恶魔审判 带地狱审判官给副审 然后那个 为了赎罪这个审判官必须要把找出十个杀人不知悔改的人 然后把他们带到地狱 他才算是功德圆满 嗯 呃 这两天 明天完结篇咯 大家可以直接先来追起来 在Disney Plus 嗯 好的 呃 那其实还有一部叫春华宴 是一部 呃 录剧啦 对 那大家自己来搜寻一下 谢谢 确确 那我们就这么说玩吃rag Transport 嘛 冷却 亂 124 猪